教育部長五秒君敬文早晨 列謝立法院教育文法美安兵 來參差由於教育同照顧法徹恩 不過南陽臨美 三個五秒君 以做董法太后告狀期間 檢測的事情還要查清楚 有參加會博准退台告狀 觀眾面的案例來做理由 沒必須退報告 官民黨臨美口子園反對救狗 五秒君在做董法太后的告狀期間 雖然做過民間基金比的動施 三不常報告有報告 不過對我記者說的案例的事情 沒有困窮挑 以眾會流走過天內走 既然你已經不動議 高雄部長沒有跟眾宣出現的立法院 列治審查由於高雄韓國照顧法徹恩 不過記者出現南陽麗麗麗就 端電騎電台詞報老去保肥店內 本期順帶報告 現在他們所謂的交易部長 不僅只是兼職 而且還是可以說是大陸通 同時又在美國 可以說是投資的公司 那這樣子的一個 也可以說是違法的部長 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違法的決策 讓我們覺得我們很不可思議 非常遺憾 今天國民黨在教委會 就一早來發動了政治動員 以及政治的操作 他們不讓印教委會要求來備詢的 教育部吳部長做任何的發言 國民黨的立委甚至現場說出高教比較重要 台大案比較重要又叫不重要 請問台灣社會可以接受這樣的邏輯嗎 教育部長吳明君 對上院都已經發生正義 也和唐共吳明君 在做董法太后高中院女 在美國成立公司 和國地總會約的規格 成長轉立案 本來做法 都聽說一同告女 成長保批 不過也下董法太后殺共 完全沒有關到 尋關紀錄 吳明君的正義有加一條 認真國民黨立委主動 明明在立法院檢查 高郵部法案 無法公發 國民黨立委口之恩 和民主兵 調教講 說無法在做董法 高中院女 是做程序內 的文靠基金費動施 不過某報道 高郵部許可批評 吳明君 調教 他說您是先偷跑 哪有偷跑 因為我是還沒去當校長 就已經是委員 就是就是他那個基金會 而且是文教基金會的董事 本來就合法 除了吳明君 老人外接的共法 一直在報道專輯 韓國共調 第一部位 主要證明資料 潛基金費 對我們算命 不過要按照 正對吳明君的事件 吳明君會引致 冠狀麵灣來的 我們沒有看過 以下冠狀麵 在平衡 和卡地高郵部 引事處 未必請 到那時件裡 解解處理 下個新聞 請進行臨前做 對報道 一定讓我們來做 漢堡 期待